嗨,大家好 春天要多吃菠菜 菠菜我们在炒制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焯水呢 其实很多人都错了 今天教你正确方法 保证你炒出来的菠菜 鲜绿不发黑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先准备一些清洗干净的菠菜 把菠菜的羹给它去掉 菠菜切完羹以后 我们用菜刀 从中间把一封为二 然后我们把菠菜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剥一些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蒜末 剁好的蒜末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蒸笼上汽以后 把我们的菠菜放上去 给它蒸一下 这样也能去除菠菜上面的草酸 在这里蒸制的时候 一定要水开上汽再蒸 时间不要太久 一分钟即可 炒菠菜一定要把草酸给它去除 否则菠菜吃呢 就会非常涩 因为菠菜里面还有大量的草酸 草酸吃多的话 也会影响我们的钙的吸收 经过一分钟 咱们的菠菜已经蒸好了 把蒸好的菠菜 给它放入到凉水中 再把我们蒸好的菠菜 给它清洗一下 洗出菠菜上面多余的草酸 洗好以后 捞出来把水分 给它沥干 接下来我们开始烹饪 油热以后 下入一半的蒜粒 把蒜粒给它炒香 然后再下入我们菠菜 菠菜 去用适当的菠里边翻炒 翻炒一下以后 简单的开始调味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少许的蚝油 然后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翻炒好以后 鱼下的蒜末倒入到锅中 简单翻炒两下 出锅了 我们好吃又美味的青炒菠菜就做好了 让做出来的青炒菠菜不会一点的发黑 也没有很多的汤汁 而且它的营养也不会流失 方法也超级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吃青炒菠菜 在家一定要试试我这个方法 保证你炒出来的菠菜 全家人吃了以后 都快点吃大厨 今天青炒菠菜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